大家已经提了21个问题 那但是因为就是时程上面有一些安排 就是因为我本来是讲到40分的 所以其实已经没有时间 但是无论如何 我大概11点必须要先离开 所以我就尽可能在接下来17分钟里面 看能够回答多少问题就回答多少问题 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有23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如何运用手机科技来协助商圈振兴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题目 其实我只有一个简意 就是多用QR Code 但这个不是乱讲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不管任何品牌的手机 你甚至在开照片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QR Code的扫描功能 它是成本最低 你只要印出去 然后大概就中间也可以签一个你自己的logo啊 这些都不需要再花额外的成本 我们所有其他的方式 大概你都需要就是每个月 或者是每年至少都要去更新你的APP啊 更新你的网站啊之类的 但是QR Code它只要印出来之后呢 它是可以在任何地方放的 那QR Code都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现在像我自己在台北 就已经有弱一个也是很类似三圈的东西 这是我的那个办公室 这是在台北空中 就是有一个叫建国花石 那建国花石旁边是建国玉石嘛 那它旁边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叫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这边呢卖的呢 其实就是各种在全台湾 你做土地富裕啊 去做这个环境保护啊 去做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在生产这个产品 或者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就有在帮助弱势就业啊 总之对社会和环境有正面影响的这样一个东西 可是问题是说每一个产品它的故事都非常多 所以其实呢在那个有限的篇幅 有限的货架上面 它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说 它这边是帮助土地富裕 那边帮助哪些原住民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这个产品的故事才是我们要卖的东西 其实产品只是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你的故事的一个管道而已 因为你如果听不懂这个故事的话 那你就是当时买了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如果你的故事能够讲出去的话 那这些朋友们就可以 就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 所以像每次他一踏进来 我就会跟他说 这个足球场看起来很可爱嘛 那它是高雄的这个写汉儿这个画的 那写汉儿呢 其实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嘛 因为以前不是叫写汉儿 但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就会觉得 它是有艺术天分 它能够画出或做出我们看不出来的东西 那它旁边可以画一扫 这个故事就深入人情 那你以后呢 就会自己去转这个图片 自己去做行销 所以我们所谓的口碑行销 它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说它是所谓的actionable 就是你在一分钟之内 最好三十秒之内 你就可以做一个动作 那你看到curical sound 就是一个最快的动作 那第二个是所谓connected 就是说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不怕别人知道 就好像以前那个什么冰痛挑战 或什么这个在网络上有流行过嘛 那一个人做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怕让别人知道 不怕分享出去 那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所谓extensible extensible意思就是说 它很容易去放在别的讯息里面 那你一个QR Code 一个好的图片 一个好的branding 那别人就可以把它放在各种不同的图片 甚至表情包 line 贴图 等等这些东西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无形之中 它是用它的方式去帮你传递这样子一个讯息 所以我自己的建议嘛 就是说设计一个好的branding 这个branding是小到非常有辨识度 然后它可以签在QR Code中间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不断地去用这个QR Code 它一扫 一眼 用手机 一个小荧幕 就讲清楚你的故事 那它把这个故事听清楚之后 它就很愿意去帮你去 就是分享这样子一个故事 有时就 我们说 这个在脸书直播上面看到这个 我跟陈希脉委员一起去吃粽子 那其实南部总裁上面是非常非常好吃 那但是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其实你用手机看直播 我们讲了什么啊 讲这个高雄的VR发展啊 AI啊 这个什么之类啊 其实呢 大概都就是听完之后 大概过过一个礼拜就忘记了 那但是呢 我们在这样子的场地办活动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是放最好吃的食物 然后呢 包含我们有主厨 然后开到半夜时一点 然后随时都有东西吃 因为你听到的论点 大概真的过一个礼拜就忘了 可是如果东西好吃 绝对会记得 那这个就是各位的强项 所以就是说 你把它听到一些新观念的这个经验 跟很好吃的东西的经验 这样子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 他是先想到这个东西很好吃 再想到 他当时有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东西互相结合 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行销上面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先去创造它 一个正面经验 然后它第一次吃 或者它第一次听到 然后这两个东西把它彼此结合起来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不同的商圈之间 要如何做出差异化 那举例来讲 我们之前在这边办展的时候 都是放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就非常差异化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无人车 无人车就是说 它上面没有司机 也不是遥控 它自己就会跟着你跑来跑去 的这种车子 那它是三轮车 那三轮车的好处就是说 虽然说 童谣说跑得快 但是它事实上跑得很慢 那跑得很慢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安全 大家不会觉得说 好像撞到人啊 撞到建筑物啊 会怎么样 它其实就是好像那个狗狗一样 就是比较大型的狗 就是你走 然后它会跟着你 然后它会跟在你后面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扫QR Code 或者它讲故事 这就很好讲啊 好比像说 你在建国花市 你不是一面这个买东西 然后就会一面这个兰花 什么一喷一喷嘛 会到某一个程度上 你扛就会比较重 或者是你拖一个什么包包 会变比较重 你就没有兴趣逛玩嘛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一个无人的三轮车 它就在旁边 亦步亦去跟着你 那像你买什么东西 就往上面丢 那往上面丢之后 到最后你还可以骑上去 然后它会把你载回家 载回家之后 它会跑去接别人 那像这样子一种开放式的 一种无人载具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说 它完全是硬体啊 软体什么都开放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商圈 每一个不同的就是作者 你只要认识 像我们是跟北科大的同学合作 认识稍微会一点电子工程 稍微会写一点诚实的人 它这个红色或者绿色的 这个表示它辛勤的灯号 就可以换成你们的商区院 吉祥物啊 代表物啊 甚至是这个什么狗脸 毛脸 什么都可以啊 等于是说 你让这个车 它变成是一个 能够把你的这个讯息 让旁边的人都看到 的这样子一种东西 那第二个是说 因为它的这个 搜集的资料都是开放的 包含别人多靠近它 怎么样 那当然一部分 我们是用这个来去制定 接下来人工智慧 无人载具的这个政策 因为我们是发现 每一个地方 大家跟这些车的互动 方式它离谁多远啊 等等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你对商区有好处 因为你就可以 很快速地知道 谁接近它之后 它对哪一个东西有兴趣 或甚至是说 也有一位朋友 在那次活动的时候 规划说 那你就坐在上面 它就帮你导览嘛 那谁就这个 一听到这个导览 这个故事很不错 它就叫这个车停下来 它就去稍微这个 拜访一下 那所以我们年底 这个无人载具 创新实验条例就要通过了 去分路 海 空 所以好比像说 据说爱河可能要开无人船 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只要想到 其实有人在的地方 你就可以拿这种 好像自动导游的东西 去做一个差异化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不是说所有的新科技 一定都要是无人载具 或都要是AI 但是你只要创造一个 对大家都是新的 不管对长辈 对小孩都是新的东西 那还有一个很好例子 就是Pokemon Go 如果大家要玩 那个神奇宝贝的话 就是大家都是拿手机 可到路上就忽然之间 就冒出很多 跟当地的历史 当地的自然环境 或当地台电的变电箱 有关系的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就会 不由自主地去多 认识一下那个当地 所以这也是一个 差异化的方法 就是你在石的这个基础上 放一些新的东西 可是这些新的东西 它是从这个石的东西的品牌 去转化出来的 那像Pokemon Go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 十四位朋友说早安 你就早安 然后十一位朋友问说 当电子商务冲击到实体通路 那这个电子商务跟人性 就是消费行为跟实体商圈之间 要怎么样取得平衡 进而共融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我自己有参加的一个 群众募资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大家传统上都觉得说 这个传统通路可能在一边 电子通路可能在一边 然后呢你这个一定要两边都经营 但是呢如果你有一边不会 好像会把这个顾客拉走 可是这样子的想法是一个 我们叫做零和 就是加起来是零 就是我这边多一个人 他那边就少一个人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是创造新的需求 那怎么创造新的需求呢 就是你把在社会上面 去关心这个社会的 关心环境的 关心这个合作治理的 关心当地的这个发展的 跟企业都当成朋友 然后大家在一个新的 这个共同创作的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新的转换 这样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把本来没有投入就业的这些朋友搭爱就业 第二个你可以为那个地方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今天其实也有好像西门丁的朋友在这边吧 所以我就分享一个西门丁的例子 那西门丁这个有一些接卖者 那接卖者大家可能都看过嘛 就是可能身体有一些不方便 然后要做轮椅 那他卖的东西呢很多是我们叫commodity 就是说可能是口香糖啊 卫生纸啊这一类的东西 那但是呢 因为他身体比较不方便 所以呢 大家对他们的认识呢 也不是很多 所以呢 当时在西门丁商圈 他们就跟也是高雄写汉儿合作的一个单位 叫做点点扇 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叫做天赋城市 他们就是希望说 透过线上去吸引大家到这个商圈 线下去见到这些接卖者 那我们这边看到所有的这个视觉素材啊 都是写汉儿画出来的 那他们呢就是用各位最熟悉的 这个商业研究的方法 去分析接卖者 第一个是说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pitch 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五分钟跟你讲清楚 你给他的钱用到哪里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疑虑啊 被控制啊什么之类的 那第二个是说他形象他的CRM CRM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有没有讲清楚他的故事 还是他主要是讲 哎先生小姐行行 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 你听了之后 你第二次不会再记得他 那你如果前面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的话 那你就会记得他 那第三个就是他的那个工艺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因为那个量并不是非常大 所以说他其实没有他卖的比便利商店 哪有的便宜 所以你不会因为便宜 所以去跟他买 那所以你有这三个痛点分析完之后 哎我们就可以运用 我们叫社会设计 social design的这个方法 去集思广益 大家一起想说 哎要怎么样让他有一个 就是穿的比较专业 然后能够结合在地的特色 去担任导览 解说等等的这些多一些故事 那在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 他们就是做服剧啊 做这些 他就可以把这个 看起来这个比较 就是让人看起来觉得 比较是弱势的轮椅 把它改造成看起来很强势的 就是一个mobile station 是一个到处可以移动的一个电动车 然后一个很大的液晶荧幕 不但可以放工艺广告 他还可以折下来档雨啊等等 就是看起来很酷 我当然会秀那个草吐 那第三个时候 他会去差异化 比如说像台北市在推公平贸易 那就有一些公平贸易的咖啡或者茶 或者之类 那他不但margin比较高 而且在别的地方买不到 那这个就让他批的 这个单价会变得比较高 但是呢 这个一切都是石头汤的概念 就是当时他们还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个草图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它放到 我们叫做群众募资的这个平台 一开始 我们刚刚讲QR Code 透过手机 透过社群网络推送 最好的一个终点 就是这个群众募资 因为他不只是等于逼着这个人 他一定要看懂你的故事 他看完故事之后 他的extensible的部分 就是他延伸性的部分 就是他可以出钱嘛 他可以出钱来让这样子的专案能够成功 我们如果把西门丁所有的轮椅的前排者 都改成做这样漂亮的电动车 不是很好吗 那台湾人当然是非常有爱心 所以这个每次幕啊 像这个是一开始第一批幕 80万马上就破百万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 如果你一旦出了钱 就不会想让他失败 所以他不是只是募资 他是想法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在他那个群众募资的留言板上面呢 就看到很多网友 他捐了钱之后 他就发现说 我好像是投资者 我不想要看到他失败 所以他就会出很多很多的主意 好比像说 像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网络热点 这些车子 他有网络啊 他可以当网络热点 而且你的手机 连到他WiFi的时候 还可以跳出来一个 对当地的这个商圈的介绍 那第二个是说 那常常逛一逛商圈 大家手机没电嘛 这个也常常发生 所以呢 你就可以找到这些朋友们 然后呢 因为他有快速充电 所以你就把手机放着 然后他五分钟十分钟 帮你充完电 那这五分钟十分钟 他刚好帮你泡一杯 公平贸易 茶或者咖啡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跟你讲一下故事 那他又达到 对这整个商圈供容的效果 那第三个 就也有人注意到说 这些地方是可以放折叠伞的 所以他也可以说 那这就变成爱行雨伞的集散地 但我在这边强调 不是一个单独的注意 而是说 当大家越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不是把这些朋友 要弱势 当做要照顾 当做什么 大家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想法 就从CSR变成做好事的 这个想法 变成BD 变成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商务拓展的想法 那你越用商务拓展的想法去想 他就越进入你的供应链 他进入你的供应链 等于线上参加群众母组的这些人 才能够被convert到 实际跑来西门顶着这些人看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问说 什么时候排班 什么时候出来 之类之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线上的这些参与 跟线下实体的参与 它不是互相对立的 它是你可以透过讲一个好的故事 从线上去把人抓到这个线下来 它到线下有一个互动之后 它又会再po到线上 这两个是互相加成的效果 那这整个中间的这个秘诀 就是说你要创造它的社会意义 你要让它觉得说 我来这边参加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酷 它可以在社群媒体 在Instagram 在其他地方 去跟别人炫耀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共融就是一个 很容易的事情 那剩三分钟 可能只好再这个回到 OK 这个官委员说祝福大会成功 谢谢 谢谢官委员的祝福 那 有一位朋友问说 我们来看一下最高票的 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商家要怎么样运用大数据 来找到核心的消费群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透过大数据 大数据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是抽样 你是每一个人都去取得他的意见 那就像我现在开slido 开slido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不是去举手 举手的话通常就是最有勇气先举手的三个人 他就会问完全部的问题 但其他人可能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有兴趣 那但是呢 我们一旦把 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 就是任何人只要有想法 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提供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会去好像透过抽样或民调 或这些比较不精准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说 任何人只要对你有想法 他只要花30秒钟不到的时间 他这个想法就可以呈现出来 那这个不管是你透过不断地开直播 然后去搜集就是你讲到哪些讯息的时候 他们按爱心啊 按赞啊 按愤怒啊 什么东西的那个次数 或者是说你随时有一个地方 让大家能够在上面集思广义地去讨论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空间设计 那我这边要提醒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专人 专门的小编在帮忙管版的话 那我就会建议说 你挑的这个空间不要有恢复的功能 像我们slido就没有恢复的功能 你如果看到一句话 你不高兴 不舒服 你不能贴表情包 你也不能做人身攻击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只能提另外一个问题 希望别人把你推上去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直接比较不会互相攻击 那这个呢 是空间设计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用的是所谓的行为分析的话 就是说 好比像说 你去看有多少人的手机 用你旁边的热点啊 或者是说 你请这个大家扫这个QR Code 然后之后回来给一个回应啊 你一定都要让他觉得说 他如果付出了十秒钟 那你后面至少要值得这十秒钟 就是你要省掉他未来的十秒钟 好比像说 跟他的这个兴趣相符合 你要主动推送给他 或者是说 他要帮别人省十秒钟 这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像刚刚的那个去中母子 我不管是放一些钱 或者放一些时间进去 我都觉得说 我让后面的这些朋友 做事情更容易 因为利己跟利他 这两个如果放在同一个frame里面 其实这两个有互相抵消的效应 但是如果你搜集了他的数据 你告诉他说 这个对公共利益有好处 你完全不要提利己的这个部分 这个反而大家会买单 或者是说 你跟他说 那你接下来可以有什么利己的部分 就完全不要提公共利的部分 这个他也会买单 但当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讯息就会彼此提效 那所以以上是一些个人的心得 那就现在是一天 我们就正式结束 那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就请这个之后的panel 之后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